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近日香港一名93歲的老翁 駕駛私家車時失控 產入中環AIA加連華碰碰車設施 事件引起大眾對高齡司機問題的關注 根據香港運輸署最新的數據 截至今年的4月底 全港的70歲以上高齡司機 已經超過了100萬人 年紀罪長持有有效正式駕駛執照者 是100歲 這星期以上17點多 一輛私家車駛至中環民光街東行 駛至近AIA Vitality公園對開時懷疑失控 產上行人路及撞位超過3米的欄杆 繼而撞入碰碰車游落設施 警員接報到場93歲姓黃的男私家車司機 報稱收仔不及撞車 很好事件沒有勞人受傷 司機亦無大礙 只是左手輕傷 類似的交通意外早在2018年就有發生過 一名97歲的外籍婦人 而泊車時失控 撞向另一輛車 再產上行人路及撞場 婦人當時被困車上 知行致電報警 幸好都沒有受傷 但當警方到場調查時 發現婦人竟然是手持拐掌 懷疑本身行動就不太方便 根據運輸署最新數據 70到79歲 持有正式駕駛執照人士 超過7.5萬人 80到89歲有6295人 而90歲或以上 亦都有265人 駕駛年紀前增長超過一倍 而最年長的 持有正式駕駛執照人士 年齡為100歲 以上數據再次警示了香港的人口老化問題 越來越嚴重 因駕駛者的健康問題 而擁城交通意外的風險 亦都日益增長 翻查運輸署過往數據 去年共錄得26,190人 涉及意外機動車輛駕駛者 其中70歲或以上 合共有949人 佔3.6個百分比 由運輸業業界人士曾經建議 70歲以上的職業司機 在提交續排申請時 應做全面體檢 以減低交通意外的風險 而費用亦都應由政府支付 減輕職業司機的財政負擔 你對本講高齡司機的問題 你認為應不應該限制高齡司機的年齡?